忘記不覺鱈魚白芝的季節又到了 最近當做 所以就買一些回家玩 就順便拍一下怎樣在家可以簡單去處理 這個食物有時候出去吃日本東西的時候 都經常會見到的 我們這次在家裡都自己弄一下 其實不難做 還要很好吃 我們是不熟不吃 喜歡的記得要CLS 以及追蹤Instagram和Facebook 我們有時候出去吃日本東西的時候 很經常吃一件東西叫做白芝 其實白芝是什麼呢 白芝其實是魚的蠅狼 當然是男性才有 女性當然沒有 我們買回來的時候 我們需要做少許處理 這次我們想介紹這一隻叫做雪魚白芝 即是一些雪魚的蠅狼 其實是一些秋天之後當做的產物 再冷一點的時候 可能會有烏魚的白芝 或者我們春天的時候會有鯛魚的白芝 你可以拿去做大家最普遍 出去吃日本東西的時候 經常見到的酸汁白芝 今集我們會做這個 假如你喜歡熱吃 香口一點的 就可以做這個牛油炒白芝 或者用火炸去燒香都可以 當然你可以放湯 也沒有說不行 我們處理之前有一樣東西要攪拌 就是用一個鍋 把一塊昆布放下去 先浸一浸 然後浸它 我們浸這個昆布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處理白芝 你看到這個白芝其實是一抽抽的 我們出來吃白芝 怎麼會一抽抽這麼肉酸這麼噁心呢 我們就要剪開它 處理一下根位 大家看到這個盒好像開過 是因為我之前已經吃了一半 我們的白芝其實買回來的時候 可以預先處理了一部份 就可以節省我們之後要做的功夫 節省時間 所以我就特意拍給你們看看是怎樣做的 其實我們之後做的白芝 都可以用類似的方式去處理 就可以很快地出道餐 好了 我們先處理白芝 我們可以看到白芝 有抽東西是扯著一抽 我們就先在後面這個位置 就將它的根位置剪開它 剪開之後它就會散開的 好似乎你想幾大塊 好 假如你覺得它的尺寸還算大 那你就可以再剪小它 那怎樣剪小呢 其實你不需要留意一下 這裡有根位 有根膜位的 那你就 跟著去後面那個位置剪開它 不用用刀的了 那如果你用刀 就會很容易把白芝去挑爛 那它就會很容易射 所以就用剪刀呢 我認為就最方便了 那你剪開它 那你喜歡這個尺寸也可以 或者是這樣的尺寸也可以 那我喜歡大塊一點的 不過就喜歡 沒所謂的 每人有不同的口味 黑色這條的東西 有塊膜的 那這個就是那個筋的位置 就要剪開它 那不是不能吃 但就通常都會剪 處理的時候會挑了它 因為它其實有機會有些微消血管在裡面 那技巧很簡單這個東西 近年都很多人拿去煮別的東西 例如是做這個雪糕 你講真的有人做雪糕 然後又做這個天婦羅 有些中式的餐館就做這個麻婆白芷 有些再新一點的 就做這個蟹粉白芷 其實說真的 你當它是豆腐也沒有問題 因為白芷的質感 都有些少許像豆腐 有點兒相似的東西 那下一步做什麼呢 就幫它攪拌 適量的鹽 假如鹽份量不夠多 我們浸的時間就要久一點 藥色的煮酒 多一點都可以的 然後水 然後再將白芷白下去 我們就用這個鹽酒水 就將它的腥味和不好的味道去一去 逼一逼的味道出來 這個步驟大約是五分鐘 你浸完五分鐘之後 就可以埋在我們那個鍋裡 就把它處理了 我們五分鐘回來之後我們再講 我們等候的時間 可以準備我們的小小的蔥花 最後灑上它 我們這次都是用日本的萬行蔥的味道 就比日本的蔥更加香 我非常建議使用 你用街市蔥也沒說不行 但其實你叫貨的時候 叫起來也不是很貴 好了五分鐘回來之後 就可以把我們的白芷拿出來 這個時候整個水就變成奶白色 那就是我們要的東西了 我們是要逼一逼它 本身可能不好的味道出來的 OK 那我們就把它拿出來 然後放在一個格子上面 我們先放一些水 我們這個時候就開開火 先加加熱 它淋滾之前就把昆布拿出來 與此同時就可以準備兜冰 我們稍後會把我們的白芷 就灑完水之後放下去降溫 先放在一邊 我們的目標溫度 那個水溫大約是70度 現在大約是69-70度 差不多了 這個時候就可以把我們的白芷放下去 不用收小火 全部塞進去 用大火先灑一次 等大約是10秒左右 然後就可以把火收回做中小火 我們用慢火去灑它 就輕微去加熱 就不想煮都是老炸的 整個過程大約是3分鐘左右 我們稍後會用筷子試一試它的硬度 它的硬度夠就可以了 這個是基本的處理步驟 假如你是拿去做阿布尼 或者拿去天婦羅 其實這一步是不需要灼水的 我們是浸完水 就可以印乾直接做 但是如果你是拿去做這個 最普通的酸汁做法 這一步就要做一做 因為其實白芷裡的枕生直 有機會是會有些不好的味道 都依然是依附在白芷上面 所以這一步也是有必要的 那假如你是做阿布尼 或者是做這個天婦羅 或者是牛油炒 這一步是可以省略的 當然你整批做完 灼水印乾都可以的 但是假如你是會額外再煮它的話 其實可以直接把它浸完這個鹽酒水之後 就印乾再處理都OK 那好 視乎你想不想縮短時間 好 我們時間到了 這個時候就可以試一試它的硬度 我們要的硬度大概是按一按一按 如果它是輕微彈出來就OK了 我們不是要它特別很硬身很挺身的 最重要它外面是硬身 然後裡面還是軟熟 那就是我們要的效果 OK 這個時候就可以浸冰水 先過一降溫 然後再印乾 我們剛才有一樣東西做漏了 就是做這個辣蘿蔔用 這個時候可以做它 我們用一個磨 將白蘿蔔就刨成熟 然後用個篩把它隔一隔水 或者是按一按多餘的水分 然後先放在一邊 下一步就將我們的白紙 就由我們的凍水倒出來 用廚房紙將它表面印乾 假如你用不完 包住去放雪櫃都OK的 你擺過東西的時候 第二天假如看到紙是濕透了 那你換了它就OK了 我們用少許的日式辣椒醬 就拌進去我們的蘿蔔蓉那裏 不停攪拌 令到它上了橙色就OK了 這個其實就是平時我們出去吃日本東西 吃生蠔也好 白紙也好 那你有時看到一個橙色一刀 那就是這個做法 我們準備好之後就可以擺盤了 你可以找個碗仔或者碟仔 總之你覺得漂亮的容器 然後這個我不是廣告 遮一遮它的樣子 這個叫做柚子醋 或者用pondue都可以 沒有所謂 我們把白紙筆進去 加點醋 然後放少少的辣蘿蔔蓉 灑上適量的萬能蔥 然後整份東西就搞定了 非常之簡單 記得我們是臨食時候才會浸 你不要說浸著白紙浸過夜 那個味道會很奇怪 OK 那我們今集的分享到此為止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之簡單 在家裏都可以做到的酸質白紙 那假如你不用雪魚的 你用烏魚白紙也好 鯛魚白紙也好 都行 沒問題 那我們之後再分享多些其他白紙的做法 多謝收看不熟不食 我們下次見 拜拜 等一下 我們等一下 要想吃 我們可以把眼淚